感谢朋友们来到军委谈心 当家才知严米贵养儿方知父母恩 这句话说的是 当家主事之后才知道前来的不易 生儿育女之后才理解父母的养育之恩 孩子降生之后 人生立刻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时候你身上多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责任 父母除了希望孩子能够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之外 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教育了 那提到教育就不能免俗 一定要为子女准备一笔教育基金 而且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通常人们对于孩子未来的大学教育金 需要准备多少钱 不是估计过高就是估计过低 要不就是完全没概念 觉得那时候还远着呢 那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详细的来算一算 未来应该为孩子准备多少大学的资金 怎么计算未来所需的大学的学费的总额 以及现在怎样做才能轻松的达到目标 我们估算未来所需的大学所需要准备的费用 我们首先第一步要知道 现在的大学学费是多少 我大概的查了一下 在新加坡的大学学费和在美国的大学学费 各个大学之间的学费还是有点差异的 尤其是在美国各个大学的学费差异比较大 新加坡相对差异比较小一点 大概估算了一下 在新加坡大学学费的中位数在3万新币一年左右 在美国大学学费的中位数在3到4万美金一年 我们接下来也不用说哪一个货币 就用一年中位数3万元来计算 另外我们只计算学费 不去计算生活费和住宿费 因为那样就更复杂了 没办法估算 因为对于生活在新加坡的学生 上新加坡的大学可能不用住校 如果去美国留学的话 肯定费用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只计算学费 不计算其他的费值 如果每年的学费是3万元的话 4年大学下来学费就是12万 那么是不是我们以12万作为目标来准备就行了呢 当然不行 因为这还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 注意啊 我们这里所提到的通胀并不是我们常说的 普通的CPI的通货膨胀 要计算大学学费的涨幅才行 也就是说大学学费的通货膨胀率 在新加坡大学学费的通货膨胀率 在5%到6左右 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大学学费都会上涨5%到6% 好 我们现在有了大学学费的目标12万 也有了大学学费的通胀率为5%到6 那我们就以5%来计算 还差一个数字 那就是距离孩子上大学还有多少年 如果以18岁上大学来计算的话 如果孩子出生 那么18年后上大学 如果孩子现在是7岁刚上小学 那大概11年后上大学 如果孩子现在是刚上中学12岁的话 那么大概6年后才上大学 按照每年学费的涨幅5%来计算 18年后的大学学费到时的总额为28万8,797 也就是说现在的12万到那时候要28万 现在12万元11年之后 那大概就需要20万 20万5,240 而6年后则需要16万 我想这一点大家都已经听明白了 所以大家看这个表文应该看得更明白 我们的钱在贬值 大学学费增加的幅度超过了生活费的通货膨胀率 所以必须要提前准备 假如一位家长说我已经为孩子准备好了12万的大学学费了 现在就已经准备好了 现金存在银行了 那么你不管你的孩子今年几岁 你还都不能单单存在银行账户上 因为利息实在是太低了 你的12万必须要取得一个平均每年5%的增长 到时候这笔钱才够上大学的用 当然这个例子就是说家长已经准备好了一笔钱上大学用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 用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不可能把大学学费从小就准备好了 摆在那放着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理财的计划 根据孩子的年龄 参照今天的大学学费 加上大学学费的通胀率 来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怎么计划呢 其实也不难 不过在计划之前我们首先要必须坚持两个原则 第一就是专款专用 设立一个专用的教育基金 为自己的孩子的未来做准备 这个教育账户最好和自己的投资账户分开来做 家庭的投资账户交易账户分开 而且最好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专用账户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孩子的年龄不同 上大学的年龄也不同 要分开来规划 当然双胞胎除外 第二个原则就是万无一失 什么是万无一失 这也就是要和投资账户分开来做的原因 因为这笔钱是万万不能有损失 一定要做一个稳健的规划 不能去冒太大的风险 因为这是孩子未来教育的费用 到时候这笔钱必须要用到 到那一年就必须要用到 这笔钱是不能赔的 如果你说别的事还可以拖 比如你想换房 换个大连的房子 到时没钱了可以不换 对吧 买车大不了就不买 如果想去旅行 本金如果赔了 到时候大不了不去旅行 但是孩子的教育的钱 是万万不能有闪失的 你总不能到时和孩子说 孩子对不起 咱不能上学了 这家长也太不负责任了 所以要在做大学学费规划 是一定要投在一个 稳当可靠的投资上 不能太集中 像股票那样的风险就太大 一定要注意风险 但是同时也不能过于保守 因为过于保守回报率太低的话 还跑不过通胀也不行 在通常来说 假设投在分散可靠的基金上 如果投资的时间越长 风险相对就越低 而为未来孩子的教育做规划 越早规划就越有利 因为越早规划 离18岁的时候就越长 这样的话就可以投在相对风险 稍微高一点 收益更高的投资标的 好 我们来看这个演算表 以中学一年级的孩子为例 到18岁时还有6年的时间 到时需要的大学学费总额 大概是16万 如果理财的收益每年是3%的话 那么每年就需要投入24000 也就是说每月需要大概12000 理财收益如果是在6%的话 需要每年投入23000块钱 如果能够取得8% 投入21000多 如果能够取得10%的回报 投入2万多一点就够了 如果以另外一个孩子 在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为例 距离18岁上大学还有12年 到时需要的学费总额为20万 如果以每年收益3%来计算 那么你每年只需要投入16000块钱 如果按照6%计算 你每年要投入13000 8%12000 如果10%的话 你要投入11000块钱每年 好 再来计算最小的 以刚出生的孩子为例 距离上大学还有18年 到时所需要的金额为28万 如果以3%的收益来计算 每年投入12000 6%9000块 8%7700 如果能取得10%的回报 的话只需要投入每年6333 以上都是按年来计算的 简单除以12 就是你每个月 应该为孩子留出来的教育基金 所以看到这个表 大家都明白了 越早计划 所需要定期投入的本金就越少 这样对于家庭供款的压力就越小 越早开始越好 因为越早开始 累积的时间就越长 累积的教育金越多 同时越早开始 相对就可以考虑投资在 回报率比较高的理财方案 因为时间越长 相对的风险越低 还有就是3%的收益 其实是不值得考虑的 因为它根本跑不过 5%的教育费用的通货膨胀 除非孩子这一两年就要上大学了 时间太短 只能投在风险最低的理财 否则只要时间足够长 就没有必要投资3%的收益的产品 那对于现在在新加坡的大多数的分红型的 教育保单 其实能够取得的回报也仅仅就是3%多 而且还要锁定至少10年 但你想想如果有10年这么长的时间 那何必要投在这里呢 再有投资组合一定要多样化 就算是投在基金上也不能只投在单一的基金 因为这样的风险还是比较大 选择基金组合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可以在增加你的总投资收益的同时 将风险维持在可应对的水平 最后一点就是还要考虑一个风险 那就是如果因为意外身故或者生病 导致的赚钱能力没有了 怎么办 所以保险是非常重要的 保险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风险管理方式 要未雨绸缪 做好受险和重疾险的保障 不能让意想不到的变故 而影响既定的计划 孩子们的未来不能耽误